长安是西安的古名,更是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所在。 我们打小读历史书,就一次次的听闻其名,可以这么说,取义长治久安的古长安城,是真正的中国第一城,长安最早的独城记忆,是在西周时代,那时此处称为封稿,是时尚是风水两岸的两座城,西边的叫封经,是周天子祭祀的所在,东边的则是浩经,周天子在此处理政事。 大秦国的都城咸阳,一般我们总以为就是今天的咸阳,实际上这城市很大,包揽了咸阳和西安两个区域,所以某种意义上说,汉朝的长安城,其实就是在咸阳的基础资商营造而成。 汉高祖刘邦,当年先是在渭河南岸,秦厄旁宫北侧兴乐宫的基础上,兴建了长乐宫,两年之后再营建渭央宫,长乐央宫,这就是西汉宫廷的基础。 而长安城,就在此营建,长安所在地区,从此便有京兆之名,亦为首都特别行政区。 此后二百多年,长安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所在,在张千通西域之后,更成为一座国际大都市,很多来自西方的湖人都在此居住。 公元两年之际,长安城中有24.6万人,是当时世界上规模庞大,居民众多的城市。 此后,西汉末年往往时期的战乱,毁灭了长安城,以至于刘秀建立东汉之际,都城只能放在洛阳,直到东汉末年董卓乱政, 末奈何的汉县地只能迁都回长安,当然也没住长久,后来便是隋朝兴起,之际,因为当时的汉长安城历经长期战乱,已然不堪使用,于是隋文帝决定另建一座新城,这新城其实叫做大兴,在汉代长安的东南方,随后的唐朝,便以中州县重新划分长安县与大兴县,并更名大兴县为万年县,取以万年长安,重新恢复。 长安之名,唐代的长安城,是当时规模最大,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,面积约87平方公里,是后来西安城墙内面积的约10倍,西汉长安城的2.4倍,原大都的1.7倍,明清北京城的1.4倍, 鼎盛时期常住人口185万,流动人口51万,是当时世界东西方商业,文化交流的汇集地,更是最大的国际大都会,唐代长安街景唐长安城的形制,当时也影响了临近国家的都城建设, 譬如日本国的平成经和平安经,渤海国上经龙全府,都是高度效仿长安城建造而成,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,也曾有意迁都长安,他曾派太子朱镖巡视观众,考察观众必行,但事事蹉跎,朱镖的早逝,令朱元璋备受打击,最终放弃了迁都事宜, 他有一篇文章表达了此事,本遇先都,今着年老,经历一卷,又天下出定,不遇劳民,且心肺有数,只得听天,1900年,八国联军亲华之际,此喜增悉寿长安,而实际上此前,光绪帝也曾有过先都长安,重新开始的意图,而新中国建立之际,究竟是西安还是北京,领导人,也曾犹豫不决过,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北京,因为北京东西东北工业基地,被靠苏联提供援助,加上经历袁明清三代,保留了大量行政机构,各方面都有优势,综合几方面因素,都胜过了西安,在这样的形势之下,西安便只能作为西部地区的行政中心,而非中国的首都存在,即便是恢复长安的救命,也很难恢复昔日的荣光, 当下,中国经济重心在东南,政治与文化中心则在北京,西安能扮演怎样的角色呢?确实有点难,平安官室特约撰稿人,四马路的历史会客厅。